Hello YouTube 我是李Sir 我這條影片是講中三的第八課書 這裡主要是講一些關於Rombus Rectangle 以及稍後會再講Square的一些Definition和Properties 因為你要知道這些Properties和Definition 你才可以計算到數 其實都是一些知識上的東西 我們就不要考究如何去證明 怎樣才會叫一個Rombus 就是四條邊相等 四條邊相等就已經是叫Rombus 那你說不是要正方形才是這樣的嗎 正方形就要其他要求才叫正方形 四條邊相等就叫Rombus 就叫零形 那個原因就是Definition of Rombus 然後有什麼Properties有什麼特徵呢 有三個特徵 第一就是它是有了所有的平衡四邊形的特徵 有所有平衡四邊的 那平衡四邊有什麼特徵呢 第一就是對角相等 對角相等 所以這隻角和這隻角是會相等的 整隻角 OK? 另外另外就是它們對角相等會互相評分 即是說這兩條邊是會相等的 放大一點先 這一兩條邊 我用顏色去表達 這兩條邊是會相等的 而這兩條邊又會相等的 OK? 可以嗎? 這個是平衡四邊 還有就是它們的對邊相等 四條邊一樣就一定有了 OK? 好了 我想回頭看 那正是Rombus有什麼特徵呢? 正是Rombus 這兩條邊是會平分的 這兩條邊是會平分的 OK? 即是這兩條邊會一樣 這兩條邊會一樣 這兩條邊會一樣 OK? 可以嗎? 這就是Rombus的其中一個特徵 另一個就是它們雙交線的對角線 Diagonal對角線 是會形成90度的 OK? 這一定是Rombus 我們就統稱一個叫Properties of Rhombus OK? 這就是Rombus的特質 可以嗎? 待會我會在另一條影片再講這個旁邊 Retangle的特質 OK? 這條短片暫時可以寫到